欲文讲堂之一字禁浅 教你认识文言文虚词 包括解释及运用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无分虚实 中文实词指的具体意义 可以从形、音、意去理解 但是实字已分虚字难识 知、父、者、也 并非一字禁浅 如果懂得运用文言虚词 无论赞文或者说话 表情达意都可以得心应手 文白交融的文字清通多知 文章自然雅族共赏 说话也不会语言无味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继抑文踢爆之说文解释后 MyRadio推出全新中文教学节目 抑文讲堂之一字禁浅 2023年2月11日晚上10时首播 以后逢星期六晚上10时播出 敬请各位付费支持及分享教学节目 多谢大家 明镜丝丝肯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